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說一下 那回去的話建議就是說 盡量呢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是把那個上課的程式 再練習過啦 那盡量就是說因為 也不要一直看答案啦 因為你看著答案寫一定寫得出來 可是如果你不看答案也可以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你真的學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有幾個練習嘛 星號輸出三角形 輸出1到13顆星 然後第二個練習就是把它顛倒過來 那主要這個地方練習的重點就是說Fall回圈 你有沒有辦法很快利用Fall回圈 把你要做出來有固定範圍 的這種需求重複做的這個動作 可以把它快速的做輸出 而且不會有錯誤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星號輸出的部分 星號是一個字元一個字 那這個字呢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把它重複輸出幾次的話 那後面基本上可以呈上一個數字 表示說呢我要輸出幾次啦 有點像那個 Excel裡面的REPT repeat幾次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其實就可以跑一個回圈 不過呢如果像那個其他語言 沒有就是像Python這樣重複幾次的話 那寫的方法又不太 像如果這個地方用Java只要一個回圈 那如果用Python的話一個回圈 可是如果用Java可能要兩個回圈 才有辦法寫得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就是說再把它改成什麼 用那個等腰三角形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今天直角三角形 然後前面也加空白嘛 那如果要再把它轉成等腰三角形 要怎麼做 那我至少講了兩個方法 接下來當然還有可能有第三種方法啦 這個方法 其實主要就是你符合它需要的邏輯 你先知道它要怎麼做 然後你把它的規則寫出來 輸出沒有問題就是好的解法 那至於哪一種比較簡單 我們有方法一方法 方法一好像比較簡單一些 因為程式語法比較少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解決的方法 可能不止一個啦 不過有的時候 我們會去想說 好幾種方式 那都嘗試看看 把最後比較精簡的解法留下來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思考啦 所以有的時候 你寫程式可能沒有幾分鐘 但是有的時候背後 需要思考的花的時間 恐怕還會更多啦 所以之前有同學 他真的有學好 那學好他跟我講說 他每天連做夢都在想程式 我說保證 我就想說 如果你連做夢都在想程式怎麼寫的話 那你要把程式學好 絕對不是問題 後來我稱他就 學完之後 本來不是程式相關科系畢業生 就後來跑去寫程式 而且發展好像還不錯 OK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已經把這種學習 就是說融入到他的可能生活裡面吧 他就是很想要把它學好 所以他自然而然 就可以在這方面精進 但他慢慢可以變成他的一個專業技能 如果你要把這東西 學習不等於你學完之後 你就會有這個專業技能 你要把這個東西變成你的專業技能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啦 他當然會不會花很多時間 我是覺得當然因人而異啦 如果你本身就有這種天分的話 真的你會學的時間會比別人稍微少一點 但是重點還是要花時間 哪怕你是天才 你不花時間你也學不會啦 OK 當然就是掌握要訣 我是覺得就是理解啦 理解之後真的不用背 像這些答案 其實就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我怎麼想出來 我就去推敲嘛 看哪些地方需要重複我就負回圈 那重複過程當中裡面要做什麼 我就把裡面的東西要做什麼 把它寫進去 這樣子 當然可能執行不見得馬上對 沒關係你就多改 多執行 那慢慢的話你就會越來越抓到那個程式的要領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不是說一下子就馬上就很熟練啦 那因為我們上課沒那麼多時間 把那個細節部分講得太 因為太花時間 所以這個細節部分恐怕還是要 你們要自己去體會一下 也就是要花時間去try OK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我們就是 把Fore迴圈改成File迴圈 那當然啊 這個地方有個重點 就是說Fore迴圈和File迴圈 有什麼差異 既然都是迴圈 為什麼需要兩個迴圈 其實我前面有這邊強調 如果你有固定範圍的話 通常是用Fore迴圈啦 為什麼因為File迴圈嘛 它後面通常是帶一個清單 也就是說把這些清單跑完它就結束程式了 OK 那Fore迴圈後面的話 重點是放一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呢 當它後面的邏輯判斷 為True的時候 或者為E啦 其實有沒有 Fore迴圈嘛 那它就會去執行底下的程式 那也就是說 有一點File迴圈有點像是什麼 它反正就是 後面帶邏輯判斷 那通常的話呢 程式裡面有可能會帶一個Break Break就是說呢 反正它一直跑 可能會跑不跑 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什麼時候停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File裡面會帶一個Break 就跳離 那我的習慣用法就是說 因為呢 你那個File迴圈後面帶一個邏輯判斷 它只能放一個 有沒有一個判斷 但是如果說 我的判斷比較複雜 像什麼猜數字 猜數字可能有三種情況 一個是什麼猜對了 一個是 猜的數字 比那個亂數還要小 或者比它還要大 總有三種情況 那變成說呢 如果我用File迴圈後面判斷 那不夠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你會發現我會先寫什麼 FileE冒號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就先進到回圈裡面一直跑就對了 那什麼時候判斷 在裡面 所以就是if 如果 亂數跟它猜的Input 如果相等的話 那就是Break掉 那如果說 它猜的數字 比那個RND 就那個亂數還要小的話 那跟它講說 太小了你大一點 然後大一點 就底下相反的 就是再大一點 那其實基本上架構就是這樣 有沒有 所以 上個禮拜的那個 這個範 其實你們可以把它 有點像是當個範本吧 以後反正就照著這樣的架構 去變化 我想應該呢 就很快可以把你的城市寫出來 我是覺得 那個要Break 就是把它 拆對的那個地方 就離開了 就是出口就對了 有個進 有一個出 這樣基本上 可以拿來改成很多的其他城市 有沒有 所以如果 假如說 你們要寫其他的遊戲 你或許可以想想看 當然這還可以什麼 拆布克牌吧 或者是拆什麼 拆數字 還很多啦 那所以我們有把這個地方衍生出 後面有一個像猜拳遊戲 有沒有 剪刀石頭布嘛 有沒有 那底下中間我有 這個分享了有些VBA的寫法 如果各位有興趣 VBA部分也可以自己再把它稍微看一下 老師那個 後來E那個就是 對 後來那個E 那個E可以不要拆嗎 E的話其實就是True啦 就是True 那其實你打FileTrue冒號也可以 那你打FileE冒號也可以 那你說 不敲 不敲不行啦 因為他這個意思是說啦 有點像油門踩到底就對了 那當然什麼時候狀況刹車 就是當答對刹車嘛 有沒有 所以答對的就是BRAKE 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啦 但是呢你如果說想要把那個 像剛剛那個邏輯判斷 其實還有別的寫法 如果你們看別的書籍 可能他就不是用畫有E冒號 他就是怎麼寫 另外一種寫法就是說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就是這個地方 假設畫E冒號不方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說把邏輯判斷寫在這邊啦 可是你這邊只能寫一個邏輯判斷 那變成說你判斷完之後 底下還要再判斷另外兩個 那相對的 我是覺得程式寫起來就不夠精簡 有沒有就變成相對的邏輯會比較混亂 所以呢我的習慣我會寫這樣 但是如果你看別的書籍 也許他們就不是這樣寫了 所以有時候程式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所以你們就是盡量去思考說 哪一種方式寫起來 對你來說會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然後也覺得程式寫起來 也比較不會那麼冗長 這感覺好像沒有 就是用零的機會來過往 你說哪一個 你說這個地方用零 如果你直接畫了零帽 它直接就完全 零的話意思是說就直接跳出來了 對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地方意思說 它一定會一直進入到回圈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一定要搭配一個break 所以如果你沒有break 它就會變成無窮回圈了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請各位注意一下 當然其實程式最重要的話還是就是要把它寫出來 所以剛剛講的東西其實程式真的不多 大概頂多十行十一行 但是你要假設比如考試好了 考試就是叫你在十分鐘之內把這十行寫出來 我看應該很多人會沒辦法通過 對不對 不要說十分鐘 半個小時要寫 恐怕有些人可能會寫不出來 另外的話我們還有做個變化 就是假設這個地方 它預設是file 另外就是不斷拆 可是如果要把它改成只能拆三次的話 我也一樣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就是把file改成file 一個版本就是一樣維持file 但是加了一個變數 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 在這裡下 在雲端白板的第三個單元的 第21頁的地方 有沒有 那就是說把畫回圈改成for for的話就是 三次的話就一二三 就跳離了 有沒有 那頂多是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他已經拆了三次 而且還沒拆錯的話 所以而且是end 那就跟他講說答錯了 答案多少我告訴你好了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地方 類似的這種用途還蠻多的 不只是說拆數字 甚至是你要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那個就是說 線上測驗題 比如說總共10題 讓人家猜選選擇題嘛 那他可以猜完之後 把它記下來 最後呢 再幫他評分 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randon就是乱數抓 比如說乱數從那個題庫裡面 抓10題出來 然後給他回答 回答之後記錄他答題的那個答案 然後最後幫他評分 告訴他說你對幾題錯幾題 有沒有 那如果這樣可以線上測驗的話呢 那對於很多學生學習應該很有幫助啦 有沒有 類似也可以類似的概念喔 衍生性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回去 還是多花一點時間 再把它練習一下 那再來的話還有猜拳遊戲啦 猜拳的話就剪刀手布 那我用123去代替 只是說這個地方我多了一個用法 就是說我們這邊喔 會用到有一個所謂的這個串列的用法 那因為呢 如果你將來的資料喔 假如說不止一個的話 如果假設比如剪刀手布有三個 那你這個地方當然 另外的寫法你也可以增加三個變數 只是說三個變數 比如ABC好了 A是剪刀 B是石頭 C是布 那問題來了喔 這變成說就會相對的 比較麻煩 所以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會有一個所謂的這個List的一個資料型態 那中文翻譯一般叫串列啦 不過List你也可以把它翻譯成清單啦 那這個清單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資料放進去 那我以後再把它抓出來 OK喔 那這個的話 有上個禮拜提到 那今天的話我們重點就慢慢來看 最重要的 其實在Python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型態 叫串列 所以待會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一打開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裡面的話喔 就是串列的相關 比較重要的相關的方法 比如說常用的像什麼 如果我想知道說 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用LEN 那我想知道這個串列裡面 哪一個數字最小 可以用mini 哪個數字最大 可以用max 有沒有 然後取得這個所影值的話 可以用index 那count的話 其實有點像count if 就是eSale裡面count if 算一下喔 哪個資料出現的次數幾個 然後其他還有像append append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把什麼 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 你可以用append 那其他還有像這個最後一個啦 因為這個比較少用 remove就刪掉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呢 還有像remove就刪掉資料 其他還有像什麼 這個reverse喔 這個reverse的顛倒 比如說我今天是1234567 那你顛倒變成7654321 就是把那個他的清單順序顛倒過來的意思喔 那其他還有像sort sort的顧名思義就是排序 比如說我是1765等等亂排 那如果我要排序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直接用sort之後 它就變1234567 幫你把它排整齊 類似像這樣的 那為什麼需要串列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 可以先來了解一個題目 也是第三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裡面喔 我們在第三個單元裡面 有一個練習題 叫monthcai 這個monthcai 其實就會用到所謂的串列 如果你不用串列 這一題應該是很難做出來 那我們大家來demo一下 這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monthcai也是一個遊戲喔 那這個遊戲有點像是 那個英文猜它的中文意思 也就是說呢 執行之後 我如果今天希望得到這樣 問題為後面的亂數抓一個月份的英文名字 然後呢 這是幾月呢 請你回答 有沒有 有點像是英文把它翻成中文 有沒有 那這november這個單 如果假設我亂猜啦 我猜五月 他就答錯了 然後呢 底下的問題又跳出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一定是一個無窮迴圈 那答案就是 不是true就是false 如果我為true的時候是break 如果我為false就是什麼 就是繼續問 比如說這個又答錯 比如說6月 不對 那最後如果答對的話 是應該11月吧 OK 然後enter 答案正確 就跳裡回圈 這個應該還蠻常遇到的 類似的這種題目啦 那當然衍生性其實就很多啦 比如說你可以讓小朋友去猜什麼 這清單裡面這是什麼 有沒有 所以其實很多 像我們 課業 像無論國小國中啦 其實就蠻多類似這樣這種 猜要不就是是非底 要不就是選擇底 1234 其中猜一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會需要建立一個所謂的清單 這個清單的部分喔 我們也許這個底下也許先 先建一個所謂的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喔 要如何建一個這個清單 MS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好 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個MS底下 我們會帶一大串的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部分的話 也許在這邊換好 我們把什麼呢 把1月2月3月4月 一直到12月 通通列一個清單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MS後面 那特別是喔 這個清單部分呢 你就是這樣放 它一定是中國阿福開頭 那放第一個的話 它就是 它水平值從0開始 所以1月 特別是我故意把第一個控價 因為它從0開始 那我對應到1月的話 我就放這一個 然後再2月 再3月 一直類推 那因為呢 裡面放的是字串 文字 所以我前後一定要加雙 雙以號 然後第二個 中間一定加豆點 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 第四 一直類推 到第12個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 英文字喔 如果我要自己產生的話 很花時間啊 那如果假設我要 產生這個清單的話 會不會很麻煩 其實喔 我這個清單怎麼來的喔 其實你只要 在ESALE打開 其實就可以出 就可以自動幫你產生啦 因為你只要記得 1月份的英文 然後呢 因為ESALE裡面 就有個清單功能 你只需要輸入1月份 然後呢 把它向下填滿 1到12月份 就會有 為什麼啦 因為他ESALE內建 就幫你把1到12月份 的這個清單 建立起來 那其實我是怎麼做 我是建好清單 Ctrl C 貼到Python裡面 然後再怎麼樣 再去加這些東西啦 有沒有 加中瓜胡 然後前後雙以號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以後的話 如果說我想要知道幾個訊息 比如說我想知道這裡面 到底 這個串列 叫名稱叫什麼 叫MS 如果我想要練習什麼 像我剛剛第五個單元 所以你們可以配合 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這個清單喔 比如說我想知道LEN 我想知道什麼呢 這個清單裡面呢 到底有幾個資料 那我可以用print print裡面的話 我可以print的什麼 print 然後瓜胡 用LEN 然後瓜胡 有沒有 把這個MS放進來 MS就是一個串列 它就會告訴我說 這個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 所以我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這邊出現多少 13 欸 不過你想說 說什麼明明是12個資料 有什麼13 可以講喔 因為喔 這個13怎麼來的 因為我前面這個空下來 這個是0喔 所以它算一個喔 這個是1喔 所以呢 意思得一推 0123456 到這個到12 所以總總共是多少 13嘛 因為從0開始喔 那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把第一個空下來 到底很簡單啦 因為如果不空下來的話喔 以後變成1月變成0 2月變成1 那以後每次在那邊轉來轉去喔 頭頭暈了 所以乾脆啦 空一個下來 你就不用轉了 有時候程式喔 最怕就是轉來轉去 因為一直轉一直轉 到底要加1還是減1 你會頭暈 所以乾脆喔 我的習慣是不用轉 反正就這樣子 直接對應是最直覺的 這個方法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當然其他人不會這樣講 其他人都是要正規 可是我覺得幹嘛那麼累啊 寫程式就是要輕鬆要舒服嘛 要很直覺嘛 不用在那邊猜 到底我這個時候1月份是不是要把它減1 所以呢如果我假設要輸出1月份的話 那我底下就可以在print 比如說我要抓什麼 抓1月份的時候呢 那你就是用MS 特別是喔 你要把1月抓出來的話 你是MS 後面加個中國阿虎 那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什麼 1月份的資料print到這邊 所以我們執行 你會發現喔 1月份出來了 有沒有 但是如果說呢 你假如說像這邊沒有的話 沒有這個東西喔 那你執行的話 沒有就是沒有把0的部分空掉的話 那你會發現你執行喔 MS1會抓多少 會抓2月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把前面這個刪掉的話 那1月就變0 2月就變1了 所以喔 如果你今天輸入1 那當然自然他就抓到2月份的東西啦 可是問題這就很麻煩 因為2月要變1 那3月變2 哇 頭都暈了 算了 所以後來我再想一個方法 直接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空下來 然後加一個逗點 這樣就搞定了嘛 就不用在那邊轉來轉去了喔 那 不過仿間書其實沒有用這一招啦 如果你看到這一招的話 應該是 我是沒有看有其他書裡面是這樣寫的 OK喔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其他部分的話你也可以再配合那個 第五個單元裡面 像除了L1N之外 你還可以用Countive Append 可以再加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那 第一個就是了解喔 串列的用法 那串列呢 在Python裡面非常重要 它的重要性有點像在Excel裡面喔 你看Excel打開其實就是一堆清單 為什麼 因為這個清單就放資料 但是Python它沒有像那個Excel一樣 有看得到的清單 它給你的就是看不到的清單 就是這個list 所以其實Python喔 學習起來跟Excel相比之下啦 其實它的直覺性喔 相對的會比較弱一些些 因為你是看不到的 這些清單將來都會放在這個 記憶體裡面 那跟在Excel裡面是看得到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部分 這個串列的這個資料型態很重要 因為你會發現以後的資料 過來一定都是清單式的 比如說你從ERP 從資料庫 從檔案 從網頁 從雲端 外部的資料進來 它一定不可能只給你一個單單資料 所以 通常對應的都會先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將來我如果要算 比較常用的就是說 這個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 那你可以用LEN 那如果我要抓哪一個的話 就是哪一個清單的名稱 中間加一個中國阿胡 然後呢 給它第幾個數字 它就幫我抓哪個月份過來喔 好 有些事 那都不會用到